大家好,我是香蕉人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终于收到台湾显示卡维修店家修好寄来的 华琴AMD RX 6600 XT 显示矿卡 但我必须老实告诉大家 我真的老早就放弃这个显示卡维修案例拍摄 因为根本不知道何年何月它才能够修好 这样无限期的等待也是浪费我的时间而已 但可能在上集送修显示卡影片分享受到大家的关注 而有观众告诉我说 它是店家的友人也努力的帮我追维修进度 让我等了一个月多终于修好送回到我的手里 唉那废话不多说 快来把它拿出来看看它有什么改变 嗯?这显示卡的金手指保护套就放这里 大家不会觉得怪怪的吗? 唉 但还好包装带是有帮我套上 那就不多说什么了 嗯 没错 这就是我购买的华琴AMD RX 6600 XT 矿卡 目前从外观看起来是一点改变都没有 而我一个月前送出去时 一模一样没有被折磨的不成人形 那至于修了哪里 也只能打开主机板的螺丝分离散热器 才知修了哪些地方 目前大致从外观检查和特征比对 是我原本购买的矿卡没有错 应该是没有借私还魂的现象 目前在显示卡的保固DNA是被戳破 螺丝上面也有转动的现象 所以现在我们就先认定有被修理处理过 那为了安全起见 我们也不要拆开制作聪明 想看看内部修了什么 免了等一下又开不了机进不了系统 这责任就不知要谁来承担了 好那大致上都没有什么问题 快点上机测试看看 好安装完成 兄弟们 睁开你们的雪亮双眼 让我们一起见证它的复活吧 醒来吧 亲爱的 好这时候千万不要眨眼啊 哎呀我去啊 这风扇怎么和我原先送修一样不转动啊 连主机板上面的故障灯 一样是卡在VGA显示卡故障 无法进入系统 那这张AMD RX6600XT真的有修理好吗 现在测试结果和我送修前都是一样故障问题 啊应该是我的测试机台放太久没用 可能主机板设定跑掉了 而无法直驱使用显示卡吧 因为维修店家有把测试影片传给我做缺了 它是有通过测试也没有问题 好没关系 我换一张新买的华硕AMD RX6600全新显示卡来测试看看 哦没问题显示卡风扇转动起来 OK啊低负载风扇转停功能也正常 哦成功进到机家主机板开机画面准备进入Windows11中 OK成功进入Windows11作业系统 哎那表示我的测试机台是没有问题的哦 哇这下可麻烦了 这张华琴AMD RX6600XT矿卡到底有没有被修理好啊 这下连规划好的测试过程也不用再拍下去了 还是说在寄快递被快递小哥给摔到而震坏了吗 如果是这样这张显示卡也被修得太脆弱了吧 哎这下折热问题可有得吵了 哎我真的累了不搞了 原本还满心期待 结果还是希望落空真的太烦人了 不要再修了不要再修了 再搞下去又不是要修到何年何月才会好 还不如洗香香睡饱饱比较实际一点 哎这就当花钱学经验咯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吧 我们下集影片见啦 点赞哦